致校的理念就是要讓台大成為社會的典範 台大校長候選人 致校理念說明會第二天登場 隨著論文門事件持續延燒 被問到對學術倫理的看法 法律系講座教授 陳聰復的回答還算過關 但對學費制度有新想法 有錢的人多繳一點學費 沒有錢的人少繳一些學費 這樣的話 對整個台灣的人民來講 比較公平 大膽提出學費分級制 把家庭連鎖得分三級 依據高低雷決定學生 繳交學費的多寡 減輕經濟弱勢家庭負擔 讓階級有反轉機會 滿大的難度 因為每個人拿到學費單 就會長得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就可能在行政 學校行政那邊 也會造成一定的負擔 學校的話肯定是會有反彈 國立大學的學費 當然也該分級 當然也該讓 就是比較有資源的家庭 支付更多費用 同事候選人的 台大研發長李百祺 也被問到論文題 就讀就職專班的學生 早就出社會工作 哪還有時間寫論文 未來碩士班有可能只修學分 不寫論文嗎 他強調碩士班性質不同 需不需要寫論文還有討論空間 也坦言論文門事件 對台大金字招牌有一定影響 但希望只是短期 說明會進入第二天 九位校長互選員輪番上場 把握機會端出製校理念 預計10月8號前選出新校長 華視新聞徐璦 黃周盛台北採訪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